哈喽大家好我是冲玄老师 那今天呢我要来介绍 Acrobate Pro专业版 将论文的PDF 转换为Word档 转换为Word档就可以编辑 复制修改等等的 当然它转换不是这些 我们来体验一下吧 那首先呢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是付费的软体 免费版可以体验7天 Acrobate Pro专业版 那装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到我们档案总管来先做个示范 来各位看一下在我们的工作资料夹 这里有一份档案是 蝴蝶兰的论文 看见吗 来我把它开起来 这是我在网上搜索的 这是台大的一个博士的论文 那个作者我们看一下 吴伯宏先生那里面有135页 在这里 来那如果你电脑 安装了Acrobate Pro专业版 我们点选工具 就可以点选转存 那预设第一个就是word 对不对 我再点选转存 那问你要放原来的位置吗 对 好我就不改了 等一下就会把PDF转换为word档 再按存档 这样就结束了 那转存完以后 word档就是可编辑的 我们就等它一下下 这个PDF是一种跨平台跨文件 所以全世界所论大家都转PDF 在不同的电脑 不同的载具 都可以顺利开启 所以一般论文 大家要沟通啊 那PDF就是只能看不能编 那我们现在把它转回成word咯 当你转回成word的时候呢 当然这边呢 就可以选起来 做修改 都可以 那全部130页 就全部都在这里了 好 所以修改起来 那就方便了 来 这个就这么简单 我们把它关闭起来吧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其他的部分 那我关闭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韦维的通讯录 看一下哦 这是把论文转完成PDF 那这韦维的通讯录呢 这个答案其实是Excel做出来的 有看见吗 那怎么做呢 一样点转存 我们来看看转存PDF 我们就把它讲完整来 也可以转成Excel档 对 PDF开起来点Excel档 老师转word可不可以 直接告诉你都可以 好来 我再转一个word好了 好 一样放在原来的地方 这边就在这里 那这个是什么 土word.ord 因为只有一页 所以做起来很快 好来 word开起来 当然这边想告诉你 一样可以继续做编辑 这我就不示范了 好来 再来呢 我们要把它转成什么呢 工具的转存 这个就是把PDF 转换成各种格式 这种换Excel档哦 转存 再点选 一样资料夹 这边叫做 ToExcel Excel是四算表软体 可以把它转换回去 完成了 又回到Excel来 哦 这就是叫做Excel 来 我就不编辑 关闭 这再关掉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简报哦 简报的部分 来 当我开启科技辅助教学 应用的这个简报 这个简报有37页 PDF PDF只能看 不能改 那一样我点选工具 接下来点选转存 转存的时候 这个我选 第三个PDF档 再点转存 好 一样的地方 这叫做ToPPT 按转存 所以呢 把PDF转成各种格式 就这么简单 开起来 转换PDF 指定一下格式 点一下就搞定了 好来 那转成这个 我想提醒大家 这是可以修改的哦 我把字选起来 改小一点点 老师有看见吗 哦 这是可以做修改的 那这图片呢 也可以移动 这里 这都可以移动了 每一页这个都可以改的 好 框起来 当然 这边换颜色 换字形都没问题 好来 那这个呢 我们就把这个 原来的PDF 转换成Word档 所有文字 都可以直接修改 再来 老师 这PDF档 这个PowerPoint 这个可不可以转成Word 可以哦 这是一个PowerPoint的 那个 我们把它转为Word 再来看一下 点这里 这是个PDF To Word PowerPoint 转出来的PDF 我想把它转为Word 各位可以体验一下 好来 转为Word以后呢 它就把Word文件 改成横式 当然这些呢 来 都可以做修改 你看到吗 点了它 点了它 个别都可以做修改 哦 这个 是不是很方便 来 我们再继续哦 好 我一样再开我这个PDF档 PDF 我们各位看一下哦 当我在工具这里呢 转存的时候呢 来转成影像 老师 PDF转影像 做什么呢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常常在FB 分享我的教学讲义 可是FB并不支援PDF 也不支援Word PowerPoint的 你只能上传图片 或者影片 那我就会把我的讲义 做成PDF以后呢 再把它输出成影像 好 点这里 你看见吗 所以你可以输出影像 来 等一下这份讲义 就转成第四个影像哦 转存出来 一样放这里就好了 给它名称 我加个photo了 DHOTO 等一下呢 因为有几页 37页 就会转换成 37页的图片 所以PDF转图片 也是这么简单 来装起来 开起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吧 在我们的工作资料夹 来依照答案名称来排 各位来看一下 检视里面的超大图示 有看到这个了 第一页 第二页 这是已经图片了 我们再切回 这个 详细资料 在答案中 点选检视 可以点选详细资料 你看一下 他刚才讲 这格式要什么 JPG的 哦 所以呢 我们的简报有37 要转37页的图片 好来 再来 我们再回到这里 老师 这里还可以转什么呢 看一下哦 也可以转网页哦 那转网页好不好呢 不建议 不是他手工的 我都跟你说好了 因为网页转出来 它是个网页档 但是你需要有 网页的伺服器空间 要放进去 像一般学校老师是没有的 OK吗 所以网页在自己的电脑 是没有什么大意义啦 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做了 接下来更多格式 我也可以把这份文件里面呢 把它转存的时候呢 只取出它的文字哦 从文字 我只要文字小都不要 我了解吗 好来 好来 那这个文件呢 我来开小一点 开另外一个档来说明 说示范 这边有个pad的文件 除了这个转换以外呢 这边补充一下 在档案的内容这里 我点选一下哦 其实在 答案的内容的描述这里 它告诉你 这个PDF是由哪里做出来的 干净吗 哦 我这个Canva的 这是由Canva 这个pad的讲一档 是由Canva所制作 所下转转的PDF的 这里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简报 大概看一下 老师我只要它的文字 我只要它的文字哦 连图片都不要 那在工具的地方 转成 这边就可以点更多格式 我只要存文字 这时候再点选转存 那它一样放这里 它就文字是个TST的档案 再按存档 那么它 老师怎么那么少 不是那么少 一页一页算了 这所有的简报 文字 就全部都在这里了 有看到吗 哦 当然这文字都可以 复制 保留下来 来 那今天 Codebay的这个 专业版 的PDF编辑神器 转换PDF 变成Word PowerPoint世界 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各位老师的观看 谢谢大家